今晚做的是SKIN CULTURE的干細胞 其實套了針頭之後 你每瀉一下都會看到精華流韻出來 在我們的皮膚底層 這個就是眉針了 今天做的是0.5mm 眉針步驟其實很簡單 一般眉針開始做的時候 前面就是爽膚水、肌底液、安平精華 然後就可以塗塗你要的水光 或者是將你想塗的安平塗上都可以 然後針頭就會套著另外你做的安平 然後我們就塗了半邊面 就可以開始刺 建議刺的時候 由下巴開始一路一路這樣去 一路一路一路這樣去 半邊面做完才到另外半邊面 好了 刺了之後在這個時候 皮膚毛孔打開了 我們可以再將水光塗上去 在這個時候它會好吸收 然後才敷這個修復面膜 記得修復面膜和修復箱 絕對是很重要的 敷著修復面膜可以用冰棒 去做這個冷卻導入 和加速退紅退腫 而且令皮膚的組織更加緊緻 細緻的 全面刺曬大約用半個小時時間 你可以刺來少少每個位置 重複都可以的 你會密集式 當然修復時間會長一點 如果你做完眉針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 如果還有少少精華安瓶在裡面 我們可以打開它的針頭 當然可以先蓋上蓋子 然後把它剩下的 在我們現在的毛孔打開 全面塗 這個鋼細胞安瓶 它整盒裡面還有這個頭 其實你可以套上蓋子 可以留在7天之內 用起來也可以 最好要放陰涼的地方 或者放雪櫃 不是冰格 是凍格 即是下面的正常溫度 就可以了 都是放在最多7天 另外要提醒大家 當你做微針 如果你做1.0mm 因為主要是做深層的話 建議要配合一些淺層的針頭 或者做一些近骨位 眼角 這些比較薄弱的地方 如果你做0.25 或者0.5 這種比較淺層中層的話 你全面都可以做同一個針頭 深層的就不可以全面做一個針頭